一個男人去年9月在沙田採踏國旗 被判侮辱國旗罪成 判署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來正式上訴得席 上訴庭改判被告監禁20日 指他行為惡劣 嚴重貶損國家尊嚴 曾永三報導 21歲跟車工人羅敏聰 去年9月22日參與新城市廣場和理shop行動時 和示威者輪流採踏國旗 早前承認侮辱國旗罪 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裏正式上個月說判刑明顯不夠 向上訴庭申請刑期複合 質疑原審低估案情嚴重性 上訴庭三位法官單書免裁決 說國旗法立法目的 是要全面保護國旗免受侮辱 提到案發的時候人數更多 被告和其他人一邊喊口號 一邊將國旗拋高 又有人拱手踏橋 被人籠穿過踩踏國旗 好像在這裡玩 行為惡劣 嚴重貶損國旗代表國家尊嚴 考慮到被告和多個人在大眾面前 公然以不同手法侮辱國旗 被告又將國旗好像垃圾一樣 放入垃圾車再踢車到水池 明顯表達對國旗輕渺 污衊、嘲弄、鄙視和氣絕 亦都鼓動了現場其他人 三位法官認為即時監禁是唯一的判刑選擇 量刑機場不應該少過四個月 考慮到被告認罪 已經完成64小時社會服務 改判被告監禁20日 有線電視 記者 鍾榮山報導 有線電視 記者 鍾榮山報導 有線電視 記者 鐘榮山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